等于说确实是如果说我们看到 哪怕是一年之前 我们绝对想不到 就是日韩的关系能够恢复得这么快 那么特别是这一次 等于说长年以来 美国的亚洲的布局 是有一个美日军事同盟 这个主要的假想敌是对付苏联的 那么还有一个美韩军事同盟 它假想敌对付北韩的 那么这两个日韩历史上 从来其实有一个历史恩怨 他们就是不愿意弄在一起 就是美国是分着两边在控制 那么但是说现在很明显 就是说就苏联变成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的威胁 其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了 那么北韩的威胁 前几年是比较大的 但是说真的就是所谓的大 其实大家也知道 按北韩的国力 它根本不可能支撑 这一种长期的战争 所以说北韩的这个怎么说呢 它的危机就是说突然之间 如果它发生重大的内乱 它向外袭击 就采取自杀性攻击的时候 如何对应它 但是说跟北韩比起来 现在整个亚洲呢 真正的对于自由世界 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 这个中国已经抬头 已经崛起了 这个时候呢 过去的这个两个军事同盟 其实不管用了 美国需要把日韩两个国家对起来 那么很明显美国拜登总统 从半年前就开始操纵这个事情 而且呢取得了成效 那么这次在大卫营的三国聚集在一起呢 也就是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新的就是后俄乌战争之后的 新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一个开始 当然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磨合 但是说只要有假想敌的存在 这个是怎么说呢 他们是互相需要抱团取暖的 这次呢 其实所谓的美日 美国日本都没有问题 就是韩国的舆论 是不是对和日本会修复关系 要不要把历史上的这些爱恨情仇 抛弃掉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是很明显到现在为止 隐习业政权它做的应该还算不错 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在大卫营讲出来的话呢 就是说表面上要讲什么 我们要在经济怎么样 我们要在科技上怎么样 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 其实如果光是经济科技的话 根本没必要做在一起 还是军事嘛 军事上怎样合作是最重要的 那么军事上最大合作就是 要把中国作为这个假想敌 怎么对付它 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中国 其实非常在意这个事情 他在这个大卫营的三国会 这个会谈之前啊 是刻意的表现得很低调 那个时候正好是赖清德访问美国嘛 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 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小规模的 也是对国内稍微说一下 根本对台湾构不成任何威胁 然后呢等大卫营这个宣言出来 宣言虽然说提到把台湾海峡 但是说基本上没有 就是说太明显的针对中国嘛 让中国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后呢再开始就是什么人民日报 登上什么台湾当归啊 又把台湾的这个芒果禁止一下嘛 他才开始稍微来个点劲 就是因为他赖清德访问美国 他需要在国内营造一种 就是坚决打压台独势力的这个氛围 但是在大卫营之前他不敢动 他怕一下子得罪了 让这个大卫营最后的共同声明 能说出更强硬的 所以说这就很明显 是中国是非常非常在乎 这个大卫营的集会的 那我们接着看到 在这个美日安峰会之后呢 紧接着823刚好是823炮战的 这个65周年 因为明年是台湾的大选年 台湾的大选 我知道您最近也出了书很关切 就认为说台湾的大选呢 决定的不只是台湾自己的选举 那您怎么看这一次 就是各党派的候选人 潜在候选人都到金门去表态 柯文哲好像没有去吧 柯文哲好像之前是没有去 对 柯文哲没有去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这次823 65周年 当然说在这个文化之中 逢五逢十是要求纪念一下嘛 但是说我觉得这一次呢 这几个候选人 他们去的各地 不不不 赖清德不是赖清德 蔡英文去了嘛 蔡英文 这几个大头去在这个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蔡英文有讲话 蔡英文讲话呢 讲了什么呢 就是823炮战呢 捍卫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这一点再强调 那侯友宜去的话呢 他强调什么呢 823炮战捍卫了中华民国 他是向他的深难的这个族群诉求的 那郭台铭去什么呢 郭台铭他是想强调呢 就是说我们要吸取历史上抗争的教训 然后呢 以金门宣言 以金门为两岸和解的一个平台 他 郭台铭是向对岸喊话的 所以说蔡英文可能向美国 以及民进党的支持者 海湾本土派的支持者 那么这个就是侯友宜 是向他的深难的支持者 郭台铭是向着对岸喊话 那么柯文哲其实 立场比较尴尬 所以柯文哲呢 他是采取年轻人的这种票 中间选民票 所以在这个事情呢 他不想表态 不想表态也是一种表态 所以说我觉得柯文哲 是属于一种高调的缺席了 所以在这同样一场 这823炮战呢 其实我觉得在对岸呢 就是说虽然是一场战争 但是在对岸呢 希望能够就是说 因为毕竟这个 它是在金门是在福建省 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希望通过这个纪念823 能变成一个两岸沟通的 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说对岸也有 对823有自己的新的期待 我看到这场823呢 其实对台湾的选举 就是每个候选人的想法 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反馈出来的一种状况 那么我觉得怎么说呢 现在台湾呢 支持蔡英文艾清德的这种 捍卫自由民主方式的方式 在台湾社会是主流 那么通过这个纪念823呢 又得到一定的吐显 我很快补充一下 就是呼应一下 刚才史坎老师提到的 这个美日韩峰会啊 如果它是谈经济问题 技术问题 半道地产业这些问题的话 第一个三个人未必要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话 可以在白宫 不是在大卫营 因为大卫营 我讲一个历史背景 就是卡特总统 把以色列总理比金找来 把那个阿拉伐特组织的 巴勒斯坦组织的那个领袖 阿拉伐特找来 在大卫营开会 当年开的 做出了一个 以色列跟阿拉伯营的和解 结果那年呢 以色列总理比金跟这个阿拉伐特 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领袖 得到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没有得到 后来卡特很努力地去做 朝鲜半岛那边的和平努力 最后他也拿到一个 辞来的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也就是说 大卫营是 等于美国总统做见证 然后组合成一个新的那个 有关和平安全 这样的一个重大协议 他不是谈一般政策和合作 所以在大卫营谈的话 就是肯定跟军事上的协防有关系 才会在大卫营 所以有关心的 对于你能够的 正在不断的 那么一点 我会认识 对于我们的那边的 对于是 对于是 这边的 也不会有关心的 我们的那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